安裝的時候,就會把這一個圖,這個是icon,這個圖 會把它引用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啟動的時候有一個畫面,就這個圖 那你可以把這個圖做好之後,就這張圖 當我們的資料載入的時候,時間會比較久 然後它會先秀出這一個畫面,把這個畫面做出來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做一個APP的話,記得把那個config.xml 製作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再進來之後會進到首頁 那這個首頁裡面的話,第一個畫面就是用那個地圖來顯示 所有景點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運用了前面我們所教過那個Google Map 怎麼樣顯示地圖,我想前面有教過 那怎麼樣在地圖上面打標記 打標記,這一題裡面有打標記 打完標記之後的話,那點選它之後呢,也會有相對應的互動 然後再來就是說 另外中間這個地方可以列出什麼呢? 所有的清單,可以用清單模式來顯示 那這個清單模式的話,會把所有的圖裡的景點通通秀出來 那當然上面可以做篩選 這個我想前面我們有做過 當你輸入關鍵字,它會自動顯示相關關鍵字的那個景點出來 那你點選之後的話呢,它會有個什麼? 詳細的資料,會秀在這裡 那這個詳細資料呢,另外你也可以做編輯 你也可以再怎麼樣?再做新增 那新增的話呢,是透過什麼?這邊有個打卡 這個打卡怎麼樣呢?可以再去新增景點 也說新增之後的話,這裡面 清單裡面呢,就會多一筆 那新增到哪裡呢?實際上就新增到資料庫 所以這一題裡,這個範例裡面呢 也會用到那個資料庫的概念 包含新增,包含修改,包含刪除 所以這一題的話,其實算有點難度 因為主要它會用到地圖的概念 這個前面我們用過 另外的話呢,就是this view的概念 還有資料庫的概念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大概先了解一下這個範例 那請各位第一個,先把那個本書範例裡面 網站裡面,我看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的話,第一個先找到你 我們的那個本書範例嘛 我們本書範例裡面有一個本書範例 裡面的第八章,CH08 裡面有一個叫普里,有沒有 普里Foodmap 那我們直接按儲存 另外的話,網站名稱 我們乾脆也叫做普里 就是普里Foodmap的名稱 把它貼上好了 就是這個 那我是把它下載 本書範例在雲端 那個雲端上面有 那裡面的話,會有第八章的 這個普里的這個資料夾 裡面已經完整了 完成了,不過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完成的範例 再來做練習好了 有些部分如果已經做好了 我們就拿它的原始碼來參考 OK,然後呢,這邊網站名稱 給它一個叫普里Foodmap按儲存 OK,確定好了 OK,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網站裡面呢 就秀出來了,請各位先第一步 先大概了解一下這個範例裡面的結構 那等一下我們逐步的來了解 這個範例裡面它有哪一些重點 那再來就是各位可以利用這個範例 改寫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一個相關 只要跟那個地圖有關的 其實都可以拿這個範例來做修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